南无本事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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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本事释迦摩尼佛 此释迦摩尼佛 如果不能有引经据兰佛 这些能力的话就作为一个君子是很惭愧的 原来我们中国传统社会对那些古老的典籍像上书啊 礼记啊 诗经啊 这都是上流士大夫 他在谈话当中的经典类佛 他在谈话当中的经典类佛 都确实在谈佛 都确实有他神秘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时候最终成书的 他的源头是什么人来写的 都说不清楚 只是说这是从古以来的这种修行者 他人的一种新性 提示 啊 这种际上的一种神秘密 啊 这是一种智慧的结架 从佛教来看 如果佛没有出现在世界上 那么一切修行人 都是在婆罗门教进行修行 他们也有沙门 也奉行出家之法 这个沙门就是那种 一个出家修道的通称 它不仅仅是指佛 佛教的比丘 就是在外道出家修行的 它也叫沙门的 所以这种事情 是时间非常久远 在这个委托书所谈到的 有很多的邪恶的国王 邪恶这个恶王是总标 就是用非礼的行为 残暴的行为 来赚夺国王位置的 就叫恶王 用现在话来说 他没有合法性的 非法的 这些恶王 由于他的贪欲 对这个王位进行赚夺 这是非礼属团的 就好像历代的这种土匪呀 或者什么要夺取王位一样 那么这些恶王去夺他父亲的位置 杀害他们的父亲 这个有一万八千 威托书这个 这个谈到这个 印度啊 从杰出以来 这些 住儿子的 为了谈父亲 父王的位置 杀死父亲 有一万八千人之多 那么用这个来说 你现在阿瑟士 也在杀你的父亲了 你跟这个 伟托书所记载的 竟然是这么类似 那以这个来进一步说 虽然这些恶王 杀了一万八千的父亲 但是伟托书从来没有记载 杀害母亲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比伟托书所记载的国王 还要可怕 还要邪恶 你竟然还要 杀你的父亲还不够 还要杀母亲 这杀母亲的这个 在道德上就更说不过去 这个 这个古人都说 这个禽兽啊 禽兽它有特点 它能知道母亲 但从来不知道父亲 所以杀害父亲 就跟禽兽是同一等类的 如果还杀母亲 那甚至就不如禽兽了 禽兽不如也 所以你这个 非常没有道义的去杀害母亲 这是自古道经都没有听闻到的 自古以来杀害父亲 赚夺国王的座位 这是历史记载 常常记录的 但是为了贪这个国位 杀害母亲的 那是没有看到一处 那么如果来讨论 从杰出以来 这些恶王 贪团求国位 他只是杀他的父亲 从来不会把这个 这种残忍啊 加到他的慈母身上 这就是 这就是 以古代的这样的情况 来表明 你都跟 跟现在你所住的事情 完全不一样 所以 代王 就是阿瑟士王子 你现在为了贪 贪图国王的位置 杀害父亲 这在道理上啊 在情理上 还有点可以理解 因为你的父亲 有位可贪嘛 有国位可贪嘛 你还有他的动机在里面 可以使这种行为 等同于古代所记载的 这些恶王 但是 这个母亲呢 她是没有国位可求的 你还横加历爱 这个恶你残害 这你现在这种行为 就跟往昔的这个记载 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 这个意思就把 就好像一种 一种辩论呢 把它逼到一个 非常死角的地方去 你这种行为 简直是害人听闻 自古以来都没有 是表达一个这样的事情 好 请看下面 言王今为此沙母者 乌差利总也 言差利者 乃是四姓高原 王者之种 代代相成 其同繁岁 言成不忍闻者 见王起恶 神入中轻 恶身留步 我知信旺 慈禅无地 言是沙头罗者 乃是四姓之下流也 此来性怀凶恶 不嫌仁义 虽着人脾 行同情寿 王居上足 亚灵万极 知足 经济 其恶 加恩 与彼下流 何意 好 请看这一段 言委托书的 这样的依据以后 马上就针对 阿十四的这种行为 加以呵斥 就是你现在 代王现在来杀母 杀害母亲的行为 是颠误差地利的种性 这里说差地利 大家知道一点 印度的历史 它是一个种性制度 这种种性是不平等的 他认为一个社会 由四个种性构成 这四个种性呢 佛罗门 佛罗门也是高贵种性 主要是那些祭祀 精神 宗教性的领袖 那么差地利 就是那些政治 这个国王 这个阶层 管理人员 那么废蛇就是那些工商业阶层 那么再下面就是守陀螺 守陀螺又叫瞻陀螺 这是最下进的一个阶层 威托书甚至说 这个比喻成 这个大凡王 它这个四个种性都是从大凡王生出来的 由范王的口出身佛罗门 由范王的两肩出身差地利 由范王的胸肋出身肺蛇 由范王的脚底板出身粘头 从这个四个部位来看 它都表明高贵低贱的差异 那么这个所以印度自古以来 它是不平等 包括现在我们到印度有时候了解一下 很多的财富都集中在这种上层的种性里面 所以也会引起很多阶层的这种紧张关系 那么佛陀出身在这么一个时代 佛陀是什么态度 佛陀是反对这种不平等的种性制度 是提倡一种平等的观念 那为什么出家人都叫失 这就是佛陀一种慈悲的方便 你无论是什么种性的人都能出家 出了家以后你就失去了你原来的种性 你不要再谈你原来的种性 就统一都姓失 失种性 所以你看这个佛的这些十大弟子 四种种性都有 像这个摄地佛 达姆坚连 摩托加瑟 这些是种性高贵 他们都是婆罗门 婆罗门种性 像这个 阿南 提伯达多 这些他们就是叉地利了 叉地利种性 像须菩提 须菩提这个种性 就是须菩提是费事 经商的 解空就已 那像幽玻璃 那就是詹吐鲁 剃发的 剃头像 然后整个你看这些上手弟子 四种种性都有 那四种种性你看 当这些八个施加种的王子出家的时候 幽玻璃就跟着后面哭哭啼啼 你看这些王子都出家了 我都是赖这些王子为生的 他能出家 我能不能出家呀 他开始很自卑 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出家 那么佛是说 你有 你可以出家 而且最先 最先替度 幽玻璃 最先替度 幽玻璃 他就是上手比丘了 那其他的八个王子 首先都要向他顶礼 就是提倡这种平等的观念 那么 这个 在这个印度的这些 这个人的观念当中 那 他也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他认为自己是高贵的种族 他就会在自己的言行方面 有高的要求 所以这个越光大神 他这是 你这种伤害母亲的行为 就是 玷污差地利的种性 因为差地利是种姓 是四种种姓的高贵的种姓 是国王的种姓 是代代相传 这样的一种 国家的这种政治领袖 他可不是一般的 其他的种姓的人 所以你竟能 做这样的事情 成不忍闻 因为越光大神 他也是差地利的种姓 所以我不忍心 天文到这件事情 你这样的杀害母亲的恶行 就是 侮辱 损害了中亲 中亲就是 以男性这个血统的一些亲属 那么像越光大神 就属于跟阿瑟斯王子的那种 同中的一个亲属了 就是你这种行为 都对我们这些中亲 都觉得受不了 觉得受到了玷污 所以这样的 邪恶的阴身 恶身就会流步十方 那么我们这些 差别的这种高贵的种姓 有声望的种姓 就会感到 耻辱 无地之容 所以你这种行为 直接就指责 就不是差别的 那就是詹陀罗 詹陀罗 就是下人的种姓 一般都是被歧视的 一般詹陀罗过来 他都摇个灵 都不能跟这些 上面三个种姓 在一起走路 不能同婚 因为下等的种姓的血统 都不干净的 特别是在印度认为 最高贵的种姓 就是白人的亚利安人 那么这些 这些比较黑黑的 矮矮的 都是原来这个印度的土著 所以这个都不能通婚 不能相互混乱在一起 所以认为这个詹陀罗 他的本性当中 都是很邪恶的 都不了解 助人的人义理智性 虽然披上了一张人皮 但是行为如同禽兽的行为 没有人的道德 这是对詹陀罗的描述 那么现在国王 居上等的种姓 族姓就是差地利 并且地位是亚林万吉 万吉就是首都属住的千里地面 肥窝的地面 你在这样的一个中心地带 作国主 这么一个尊贵的地位 现在你竟然起了这个恶心 加恩 加恩就是 以恶心残忍的行为 加到你的慈母身上 因为你的母亲对你有恩德 你不仅不报 还要用恶来加恩 那么这样就跟这些 沾陀罗就没有两样了 是这样的意思 好 请看下面 言不宜住此者 即有二意 一则 王今造恶 不存风离 今一神中 其前 沾陀罗为主也 此即 宾出 功臣意也 二则 我若在国 神我中亲 不如远避他方 永绝无闻之地 故云 不宜 住此也 言十二大臣 说此与敬者 此名二臣直见 切语 即出 广影古今 望得 王心开悟 言 以守 按见者 臣 致按 腰间 见也 问曰 见词 出恶 不必犯言 君臣之意 既乖 何以不回身直去 乃年 却行 而退 大约 初年 虽逆 王 望 惜 害 母之心 又恐 衬读 未除 及 细 见 为 即见 为 即 是以 按见 自防 却行 而退 好 先看 这里 这是解释 经文的 不宜 注词 这句话 的意思 是 对前面的一种呵斥的最后的一种通牒令了 这四个字是非常严厉的一种话语 这个有两个意思 第一就是国王现在你造恶就是竟然要杀害母亲的恶 那就一点都没有啊 这种这个礼呀和教化的风范了 就是荡然无存了 啊 这个人就要把你赢就要把你赢就要把你赢走了 这种称呼啊 就已经表明着要推翻他的意思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在周朝的时候啊 这个 这个 讲这个 商纽王啊 那种暴虐 那种暴虐 无道啊 周武王就带天行道 当时 你看当这个武王跟着这个江太公啊 啊 一起出兵的时候 守阳山有两个人 就是伯夷和肃齐 这两个人就从山上下来来拦阻 来拦阻 让这个周武王的兵啊 周武王不能去发兵征讨上周 这个伯夷和肃齐是何许人也 这两个人可是一个也是王子的身份 当时这个 孤族君 他有三个儿子 是一个祖和国 他临死的时候呢 就跟这个伯夷 交代伯夷 说你要辅佐 苏齐当国王 苏齐就是老三小儿子 不要亏待他 这个伯夷就承诺了 神诺了之后 他的父亲就去世 去世以后 这个伯夷 伯夷是老大 所以他就要苏齐当这个国王 国君 苏齐他不答应 他说 这个从你的精神来看 一定要老大当国王啊 那我不能当啊 这个老大说 这是父亲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祖托呀 我一定要遵守父亲的话 如果我不遵父亲 我就不笑了 两个人就是 都 都推脱 谁也不当 不当的话呢 最后这个 苏齐呢 自己先跑了 先跑 先跑 这个 伯夷一一看 这弟弟都跑了 他也跑 那跑了之后就 就最后的国王位置 就让老二去 去当 你看这个 春秋战国时期 却有这些高峰亮节 不是说大家都要去争王位的 都有这么亲了 这两个人以后 这个伯夷 伯夷书齐呢 以后就 都跑 既然跑出来了 就 就再也不想回去 两个人就碰在一起 住在山上 最后准备 就投奔周文王 就在这个 一投奔的时候 周文王去世了 那五王继位 五王继位以后 就开始到一个 因为周文王 已经打下了一个基础 周文王的道德 到什么程度呢 他三分天下有其二 天下有其二 三分有两分 都是周朝的 但是他还 知臣子里 知臣子里 这是周文王的 这种崇高的品格 那么实在是 桑周王 非常的这种暴虐 是大家都盼望 这个朱沙塔 所以也就顺应 这样的一个情况 周五王就心兵了 虽然上赵王的兵力非常多 但是你看这个周五王的 在梦迈那个 在梦军那个地方 会和各个诸侯 这个兵力一去 势如破竹 那些周五王的兵子 都反过来支持这些周五王 一下子把这个 周五王 这个 这个 逼得 制焚了 那么你看这个 孟子在这个书里面 曾经跟 齐宣王 有一段对话 说这个 武王 对这个 善咒王的关系 不是犯上桌 的 他的价值判断 是什么呢 这个 责仁 责为之贼 就是对仁爱的原则 进行了 见达的人 他就叫贼 责义 责为之禅 就是对这个义 正义 进行了损害的人 就叫禅 那么残贼之人 就叫义夫 所以他既然对仁义 进行了亵渎 进行了破坏 他就不是君 他就叫义夫 所以周 孟子说 我只是闻到周五王 诸义夫 咒也 未闻 是君也 没有听到 是君一说 这都是这样的 从本质上判断 而不是从民意上 这个君 他已经是对仁义 理智性都完全没有了 这时候把他诛杀 不是犯上捉乱的士君 而是诸义夫 你看这里的 这个月光大臣的 这种思维逻辑 也跟这一样 现在你虽然在国军问题上 但是位置上 但你杀害母亲 这是你的行为 就不是国军了 你就是詹陀罗了 既然是詹陀罗 那就要对你进行讨伐了 你就不能在这个位置上 是这样的一个事 所以这个就要拼出他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就不像第一层意思 那么刚毅 就说如果你还在这里当国王 我损害我们中青 那我们只有远离 远避他方 再也不听闻你 你这个事情了 那么这个意思 也就是自己走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 贤臣离开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也就危亡了 这个就像商纣王 为什么很快灭亡 就是他那些大臣 贤臣都离开了 他无道 向他的叔父笔竿来劝诫他 他都看人家的心怎么样 把人家心都挖出来 再有大神去劝他 他就用那个铜柱烧的吃热 让人家去报 就是让这些人 对他彻底失望 有点贤得的人 都离开这个国家 当这个人才都离开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灭亡的时候 也就到了 所以这两种情况 对阿瑟士王子 都有直接的威胁 所以就叫不宜住此也 当时月光和齐伯 两位大臣 说到这话完了之后 这个话就是 非常直截了当的劝谏 而且这种话 是说得非常的苦切 甚至很粗躁 这个没有什么淹饰的 这个话呢 引委托书的对比 也是希望这个阿瑟士王子 觉悟 不要去做这个事 最后说完之后 这两位大臣 这两位大臣移手按剑 就是他自己按着腰间的剑 就慢慢地退 那么这里施设一个问题 有人问 这个两位大臣移手按剑 这个两位大臣的劝谏的词 就是这样的粗躁 这样的扛礼 这个不留情面了 那么这时候应该说 君和臣的道义 就已经不存在了 乖伪 那么在这种 就是反脸啊 撕破脸来讲话 那这时候 这两位大臣 为什么不直接转身就走啊 还为什么要确行而退 确行而退 按着剑 看着两位大臣 注视二十四王子 一边慢慢退 一边手上按着剑 看你有什么反应 为什么这样 这回答 这回答很好 就是这两位大臣 虽然是这种 劝谏的语言 非常的粗力 非常具有挑战性 是这个 伪逆了二十四王的意识 但是他的动机 是要让他熄灭 杀害母亲的心 在这个时候 不用这种语言去说 那这个压不下来 那么说了之后 到底效果怎么样 这两位大臣心里没底 那就恐怕 阿十四王的这个 憎恨的毒气 还没有除 一般说 你本身阿十四王子手上 就拿着剑 如果听你这个 两个人说 指着他是 沾头罗 不宜注食 你还说这话 说不定一剑就过来了 是吧 那这个他又 预防这个 为什么这两位大臣 手上按着剑 手上按着剑 随时剑出烧 告诉你 你只要动手 我们两个人同时干掉 一左一右 左右加紧 给他形成一种 三角对视的那种 一种震慑力 所以这种 这种劝谏 是要把生命 作为堵住的 这两位大臣 也是为了正义 就是这个 不惜自己的 这个生命 所以怕这个 阿十四王子一剑 击过来 妨碍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按剑 自己防卫 慢慢的退 这是 都你看 这个武士 对决的时候 那是 这个空气 都像凝固了一样 就是 相互注视 高度紧张 你只要有 有一丝的 这种动担 马上对方 就是一个 非常迅速的反应 所以就 这三个人 就已经到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这时候 也逼得 这个阿十四王子 他不敢 轻举妄动 好 请看一下 五从十阿十四金部下 至 如不为我耶 以来 这名 四王身部 此名 十四十四极见二臣 见词出窃 又轻暗 见而去 恐曾被我 向彼父王 更生意济 至时情地不安 故称黄俱 彼济舍我 不知为谁 心仪不觉 遂及口问 审知 故云 师婆 如其婆 如不为我耶 言其婆者 是王之地也 故人云 家有衰祸 悲轻不救 如既是我地者 启同月光也 从六从 其婆 博言 下至 圣默 亥母 以来 明二臣 重见 此名 其婆 十达 代王 若欲 得我等 为相折 愿悟 亥母也 此 直 见 尽 好 你看这种 劝谏的行师 直转 直转 直转直下 效果非常好 当时阿瑟士王子 看到这个局面 很出乎他意料之外 马上申请了一个恐惧 害怕的性 恐惧害怕 这种害怕 我们就想一想 推测下 阿瑟士王子 他本身这个过程都是心虚的 从他求情他的父亲 无论他做得怎么漂亮 在外加烟尸得多么好 他在良心上 他是责备自己的 所以是伦理道德是不许可的一种行为 但是他当时愤怒 又听了提普达多的这种 这种调说 叫说 他就做了 但已经做了 他就得要做下去 做下去 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没有力量感的 所以这个时候 又听到两位大 他人一犯糊涂 他就走得更远了 甚至要杀这个母亲了 他就走得更离谱了 所以这两位大臣非常严正的 向他这种劝谏的时候 他由于心虚 他非常害怕 又看到这两位大臣 真的就是武器都带来了 就是瞑目胀胆的 如果你还要走下去 这两位大臣就跟你过不去了 所以就怕这两位大臣 完全背叛自己 背叛自己 就会向着被关的父王 如果外面有人接应 那么老国王父王还没有死 这种形式对阿瑟斯王子 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他内心就非常的恐慌 不安 所以就叫黄惧 黄惧就是惶恐惧 那么他这个阿瑟斯王子 当时内心就很激烈的 这样的一个思维了 思想斗争了 就想到我这两个人都按键要退 他就肯定要背叛我 要舍弃我 舍弃我他会帮助谁来做国王呢 他马上就会生起这么一个疑问 因为这两位大臣是左右手 都不帮他的话 他就地位岌岌可危了 再加上道德上又心虚 我们说人在最关键的时刻 他的力量感来自什么 来自道德 不是来自他的权势 就好像我们讲 一个人他的威德 是来自他持戒的力量 持戒力量就是他的道德的力量 那一个这个平民阶层 他持戒他有道德 他见任何人 特别是到英府见阎罗王 他都是非常 那阎罗王对这些讲道德的 特别是那些守洁的这个裂父 那都是恭恭敬敬敬的 他的道德的力量非常的 自身都能放光出来的 所以这个阿瑟士王子 这时候他内心充满着狐疑 这个充满着恐惧 所以这两个大臣离开我 他会帮助谁来做国王 所以他就口里带着一种 这时候气焰就没有了 就没脾气了 所以就对齐婆说 辱不为我耶 这你想辱不为我 这有点求人的口气了 又说 哎呀 你不帮帮我吗 你不帮帮 这个齐婆是阿瑟士王的 同父异母的弟弟 前面讲的 他为什么要对齐婆说这话 这就是他本能的一种反应 就好像一个家庭 出现了不好的事情 灾祸的事情 他要求救 首先要向亲戚去求救 那么这样他就想 你齐婆你竟然是我的弟弟 这个月光大臣 他不是我的弟弟 可能他有不同的心 你是我的弟弟 难道还能跟月光一样吗 这就是阿瑟士王子 想争取他的这种 这种支持的弟弟 家有筛货 非情不救 这个亲属 我们看中法制度 非常讲一种血缘关系 亲属关系 中族关系 我们长期以来把它作为一个封建性的东西去批判 实际上我们看中法制度有它的合理性 你好像 你好像 像打仗 为什么要子弟奔 子弟兵 他在战场上才能同行同德 曾国藩为什么能打胜仗 他就是用他的香兵 子弟兵 非常有战斗 乌合之重是不行的 那么中法制度里面 他一个族长 德高 年高 他对整个的 这个族里面的人 都是很关心的 这个种族里面 这些一些矛盾 纠纷 往往到那个年长的 这个族长那里 他都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这些族长 对这个整个宗族里面的 或者三次同堂 四次同堂 他都有一种责任感 现在我们这个村 村的概念 什么什么 这个 你说这个村长 陈苏姬会像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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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长一样 这个长辈一样 对待下面的那样负责任吗 他绝对不能 所以这个 所以 阿斯斯王子在这困难到 首先求救由他的弟弟 说 你 你就 不帮助我吗 你就看到我这样的 这样的困难吗 那 齐佛这时候正好有个机会了 就跟他讲 这个 这个 重新再次的劝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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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如果你想 得我等 还帮助你的话 有一个条件 就是 不能杀害 怨恶害母 这就直接的 把这个劝谏的本意说出来 我们为什么这样的 苦切的劝谏 就是要阻挡你害母的行为 那么如果你能够 答应我们这种劝谏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 这样的意思 好 请看一下 七 从王文慈以下至 指不害母以来 这名师王受见 放母缠命 此名师王既得其婆见义 心生悔恨 亏 亏几 亏钱鼠造 即向二臣求哀 欺佑 因即放母 脱于死难 手中之见 还归本侠 八 从赤于内观下至 不令夫出以来 民其师王 余秦者仅母 此名师王 虽受尘见 余母 幽有余秦 不令在外 此于内观 必至深宫 更莫令出 令余父王相见 上来 虽有八句不同 广名 己母 圆境 这很容易理解了 就是 这个 阿瑟士王子 这个 听到其婆的 重新的劝谏 这时候 他 接受了 二位大神的劝谏 就不杀害 他的母亲了 而且 他生起了 悔恨之心 这种 阿瑟士王子 毕竟他前世 也是一个 修道之人 他内心 本质上 也还是善良 在一时 被情绪所激化 平静下来之后 他会感觉到 自己确实 失去理智 不应该 去动 杀害母亲的念头 所以他就 对前面的言行 就有 惭愧心 惭愧心 再看到 二位大臣 这种实力 这种 严正 所以他也害怕 这种 政治的 地位 失去 所以对 两位大臣 求哀 祈求 富佑 所以这时候 他的地位 就显然就 处在 下位了 两位大臣 就是 非常的 占了 道德上的优势 和势力上的 上风 这样 由这个姻缘 伟地西夫人 就免 取了 死难 阿瑟士王子 手上的剑 就放回了 他的匣子 就 不会有 杀母的行为了 但是 虽然 他不杀母亲 但 对他的母亲 还是有 怨恨 由于他母亲送饮食去 让父王多日不时 这一点是一个事实 所以他的余称 还要求紧他的母亲 这个 不再让他在外面 有人身自由了 所以就 这个 吃定 内观 就是 这个 宫女 管理者 把这个 伟地西夫人 他的母亲 囚禁在 深宫 也是有好几道门 把守 不让他再出来 跟父王相见 所以 这个 锦母缘 有八个 段落的不同 但都是 详细的 把 求紧母亲的 因缘过程 做了一个成熟 好 请看下个经文 十尾提膝 被忧 必疑 愁忧 憔悴 遥向 其师库山 为佛 着礼 而 作四年 如来 世尊 在 西之时 横 请 阿南 来 慰问 佛 我今 仇忧 世尊 威 重 无 由 得 见 愿 前 目点 尊者 阿南 与我 相 见 十尾提膝 李仪 举头 见世尊 释迦牟尼佛 身 紫金色 做百宝莲花 穆连世尊 阿南 世尊 十凡 富世 足天 在虚空中 普遇天 荒 持用 共养 十尾提膝 见佛 世尊 自觉 殷落 具身 头 必 好 妻 相 佛 佛 赢 世尊 我 述何 罪 生 辞 恶 职 世尊 富有 何 等 因缘 于提 婆 达 都 共 为 眷 术 这一段 经文 就是 厌 苦 缘了 把 这个 经文 串 讲 这个 现代 语 说 下 就是 魏迪 媳妻夫人 被她的儿子 囚禁的 那个时候 被囚禁 就叫 幽 幽 幽就是 不能让人 见面 不能跟人 交往 这个 作为人 他就觉得 幽就是 囚禁 在身宫的 这个意思 这样内心 就非常的 忧愁 身心 憔悴 作为一个 女人 在这个时候 她那种 无助感 绝望感 就 比她的 平鲍 平鲍苏罗王 就来得 更深重 平鲍苏罗王 还很潇洒 他已经是 出国的地位上 他这个 能够应付 各种情况 韦迪 西夫人 他不一样 他这个局面 这种 从来没有遭遇过 所以他 首先想到的 就是 向佛 求助 这种心理 我们看他的 心路过程 所以他在 深宫 就 遥向 骑士枯山 佛 知道佛在 那个地方 为他 恭敬 佐礼 内心 由心 发出语言 说如来 是尊 在 西之时 这个 在 西 包括原来 他 两夫妇 没有囚禁 之前 在 西 包括 也包括 他的 夫王 平鲍苏罗王 被囚禁 之后 这一段 时间 那 阿南 也常常 会来 安慰 他 所以在 西之时 佛是 那么 慈悲 常常派遣 恶难 来慰问我 现在 我的情况 比前段时间 更为 糟糕了 我失去 自由了 现在 非常的 忧愁 很需要 帮助 但是 世尊 威德 深重 我不敢 打扰 世尊 无由得见 就希望 佛能派遣 大目尖连尊者 还有 阿难尊者 过来 与我 相见 来 帮助 我 说完 这个话 他这个 内心 这种 这种 悲气 哀怨 那是 不能 自已 痛哭 流泪 流的眼泪 都像 下 清贫 大雨 一样 这时候 一边 哭 你说 一般的 女人 到了 这种 嚎啕大哭 的地步 那是什么 情况 那一边 哭 一边 向佛 顶礼 顶礼 的时候 还没有 头 就在 头 还顶在地上 这顶在地上 还有点 哀怨 这种 辗转 辗转 反车 就在这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 在 其时 其时 库上 佛是 有六种神通 实施 关注 一些众生 就 马上 知道了 为提西夫人 心里的 请求 他的念头 他的愿望 他所处的 情景 那么 佛是有 大慈悲心 悲悯一些众生 众生的苦难 佛就要去 救度 所以马上 顺应 为提西夫人的 心愿 就 吃定 大木间 连和阿兰 从 赶紧过来 而且 不能步行 过去太慢了 从空中 神 神足通 过来 从空 而来 那么 不停 派两位 尊者 过来 这时候 佛 已经 观察到了 一个大事 因缘的 时机 成熟 这种 因缘 一定要佛 亲自过来 才能圆满 所以 佛 就从 骑士 库山 而 末 就 隐末 就出现在 王宫 为提西夫人 求情的地方 当时 为提西夫人 正在顶礼 顶礼呢 一抬起头 看到这个局面 那真是 也是 出负他意料之外 一抬起头 刚刚 心里在想着佛 哎 抬头 就看到佛来了 那这 这时候 这时候 佛显现的形象 还是指摩 真净色 坐在 白宝的 莲花上 这比 佛在这种 骑士 库山的 那种 身色 那种 座位 还要 庄严 还不一样 这里面都 你看看 这说明 一个大势 姻缘 要非同 一般的 这样的一个 身 身相 和他的一种姿态 这时候一来呢 大墓坚连在左面 阿兰在右面 还有左右手 来庄严这个局面 能看到的是三个人 虚空当中 还有十番 富士足天 有刀利天 有大凡天 有四大王天 这些很多的天人 也过来 这天人因为看到 这个释迦牟尼佛带着 大墓坚连和 阿兰尊者到 王宫里面来 而且是在这个因缘来 这些竹天一看 就明白 这就要讲 殊胜的法了 所以这些天人 就想来听法 也为了 这个 供养 也为了 做 这个 影响重 他们也都 纷纷过来了 这么一过来 这些天人 就在虚空当中 都 溢于 种种 天花 曼陀罗花 这个 摩赫曼陀罗花 等等这些 拿来 来供养佛 当时 韦迪西夫人 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 看到 释迦牟尼佛 这一看到佛的样子 他就好像一个 受尽委屈的人 看到父亲一样 这种 这种 满腔的委屈 一下子都出来了 他看到佛呢 在一看自己身上 还是 这个打扮的 画质 这个 各种 珍宝 阴诺 他就 觉得不合适 在佛面前 不能进行 珠光宝气的 这种装饰 应该要朴素一点 他就把 一些装饰 把他 这个 扯下来 然后向佛 举身 投地 举身 投地 这个动作就非常猛了 就好像身体一下子 要起来 这个去顶礼 扑到地上去 如果是 大男子汉 会形容说 如大山崩 但韦迪西夫人 他可能不像大山崩 也像小山崩一样的 这时候 前面还是悲气雨泪 这时候看到佛 他就 那就是豪淘大佛了 好奇向佛 哎呀 就是 哭 哭的是 正天想了 一边哭一边说 世尊 我到底 叙事 有什么罪孽 生了这样 恶子 由这个事情 他又 由于通过 他儿子的恶意 他也追究他的原因 这跟提伯达多有关系 这时候又有一份这样的 世尊 你又有什么姻缘 跟提伯达多这样的恶人 共为眷属 这是经文 请看下面书文 是就厌苦缘中 既有其事 一 从此为提息 下至 憔悴以来 这名夫人为子幽谨 此名夫人 虽免死难 更必在生功 首当极劳 无由得出 唯由念念怀忧 自然憔悴 伤探约 获哉今日苦 直欲职失患 历任中间节 不至生功难 问曰 夫人既得免死入宫 疑因压乐 何因反更愁忧也 大约 既有三亿不同 一 民夫人既自被弊 更无人进食于王 王又闻我在难 转根愁忧 经济无食 家优者 王之圣命定因不久 二 民夫人既必求难 何时更见如来之面 吉足弟子 三 民夫人奉教 仅在深宫 内宫 首当 水泄不通 胆息之间 唯仇死路 有失三亿 切碧身心 得无 憔悴也 好 看这个 好 好 这个在八起序里面 这个厌苦源 是非常重要 维提西夫人 养尊处有 从来产生不了厌尼之心 这下一个突然的事变 让他成就了厌尼 厌尼啊 就是奇觉啊 捐奇一切啊 这是一般的人 很难助到的一种心理啊 啊 那么我们看这一段 维提西夫人 给我们视线的 他真的是厌道的基因 啊 这里有四个层面的 啊 意思 第一 就是维提西夫人 啊 这个 被囚警的仇忧 就是前面的三 三句话 啊 被忧必于仇忧憔悴 啊 这是正面产明 为提西夫人 为他的儿子属囚警 啊 夫人虽然 免除了死难 还幸亏二位大臣的苦见了 啊 这两位大臣也是 使命苦见 啊 才得益于免死难 而 紧接着又被关闭在深宫 啊 门 啊 这个看门的人 守卫 非常 艰劳 啊 没有任何理由 出得去了 啊 我们想 这次阿瑟斯王子 可能对看门的人 下过禁令了 啊 如果你们 不看牢 让人进来 或者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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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西夫人出去 我就找你们负责任了 啊 这时候可能就把 把责任 这个这个 这个明确下来了 就没有 辩护的余地 啊 前面没有说清楚 那那几个门客 啊 他有做了辩护的空间 啊 不好的 现在他肯定啊 下了使命令啊 啊 这个 他没办法出来 啊 所以 为提西夫人就念念了 都是 怀着忧愁苦劳 啊 你看一个人的念头 都是忧愁苦劳 自然他的 啊 面色啊 身体啊 就会憔悴 枯萎 难看 啊 这种 这种情况呢 是最容易得病的 啊 心情不好 郁闷 啊 那这个郁闷 还不是一般的 淡淡的 的哀伤 而是深刻的 这种 伤叹 啊 那种 啊 所以他说 祸灾尽了苦 今天真是 齐祸临头啊 啊 这个 直欲 失望 互患了 阿瑟士 叫唤我啊 啊 就拿着利剑 啊 要来结束 我的生命了 啊 是这么一个 齐祸 啊 那么 侥幸 得 剪了一天 残命了 又被关在了 深宫 这一难 还是 啊 在 遭遇啊 啊 就在这里 商谈 那有人问 啊 这个 韦迪 夫人 已经免除了 死难了 啊 他应该 他应该 出乎意料之外的 高兴 才好啊 啊 捡到 都一条命了 啊 这么 为什么 反而要 忧愁呢 啊 文哲 好 你看这个 善导大师 对这个 这个 前面 这些 都 读解的 非常详细 在 这个 这个 住经家里面 读解的这么详细的 唯有 善导大师 啊 我们来体会 善导大师 为什么用这么多的 鼻末 来 这么 细致的去 剖析 啊 是让我们了解 啊 这个 燕尼心的产生 不是口头上的 要有他那种 深刻的 心灵的转换 一种 一种 对苦难的 一种真实 啊 逼老的 一种刻骨铭身的感受 他才能够出得来 啊 所以这种仇忧感 啊 会怎么导致的 啊 是有三个 原因 啊 导致 韦迪西夫人 虽然 啊 没有 啊 被杀死 这难 但他还是仇忧不已 啊 第一点 就是韦迪西夫人 自己被关闭了 那么他首先想到的 韦迪西夫人 看这个 作为一个女人呢 他有一个 一个菩萨的心情 啊 他首先不关闭的 不是想到自己 而是想到我 我失去自由了 就没有人给 平伯苏罗 国王去送饮食了 国王去上又有 又新加了一层忧愁 那么 国王的生命 那肯定很快就要结束了 啊 他首先想到这一点 啊 利以他之心 啊 所以他就仇忧 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产明韦迪西夫人 他竟然被囚 被囚警了 这时候他想见佛 见佛的弟子 这种机会没有了 啊 如果他能够见到这些 哪怕大漠间的恶难 他还有心里有主心骨 现在什么人都见不到了 他孤虎灵灵一个人 他那种怯弱 他那种无助感 会马上涌上心头 他会仇用 啊 第三个意思 就是 就是 威迪西夫人 啊 被囚警在深宫 啊 那深宫这些 看门的人 啊 就内观了 啊 一定是接受了 阿瑟士王子的 严格的指令 啊 这个 守护的水泄不通 啊 严加看管 所以 威迪西夫人 就想到 这个 这个 这个死亡啊 啊 可能离自己就很近了 啊 胆息之间 说不准什么时候 被提出去 斩头了 啊 唯仇死路 啊 所以由这三重含义 这个 这种 毕老 啊 这种苦难的 逼迫身心的感觉 啊 我们 可能对苦难有时候 没有遭受大的巨变的时候 这种 对这种 你这时候 他那种心 去念佛 我还有时间呢 啊 他认为他还有时间 和一个随时没有时间的人 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啊 这种 这种 毕老 啊 或者说 我们很贫穷 啊 这个 这个 债主啊 天天向你上门要债 啊 你不还债 你不还债 就坐在那里不走 啊 甚至讨债 呢 这个 还找几个打手 你不还债 那 给你 给你 揍一顿 啊 哎 这种 毕老 我们可能 啊 经受的比较少 啊 在这种 毕老当中 会把内心的 很多东西 逼出来 啊 你看这个 贝多芬写 命运叫上去 哎呀 这个 非常有名的 他就是逼出来的 贝多芬很贫穷啊 他住的一个 一个小客栈里面 交不起房租啊 交不起房租 他常常就 就到外面去逛啊 怕这个房东 天天就 就找他要债啊 啊 就 等到那个 想回房间 都偷偷地 溜进来 啊 溜进来 尽量不要让 让房东看到 让我在那里安静一下 随着这个房东 就天天盯着他 啊 因为那 有一天知道他 到了房间 就敲门 咳 敲门要债 他知道是要债的 要债的 他不敢开门啊 啊 又不开门 这个敲门就更急 看看 看看 啊 这时候他觉得 这是命运在敲门啊 所以他也不管什么 他灵感来了 就写这个 命运 交下去 这什么 债主敲门的声音 激发他灵感 啊 所以这个 魏迪西夫人 就在这样的一种 痛苦的毕老之下 他的身心 憔悴至于 这时候 他内心的一种 这种 出离的 这个心 蹦出来了 啊 好 请看一下 二 从谣向其色酷山下至 畏惧投情以来 这名夫人 应谨请佛 亦有所成 此名夫人 既在求谨 自身无有得志 佛边 唯有担心 面向其师 遥离世尊 愿佛慈悲 表之 弟子 仇忧之意 言如来 在西之时 以下 持有二意 一 明父王 未被谨时 或可 亡及我身 亲到佛边 或可 如来 及足弟子 亲受 王请 然我 及王身 聚在求谨 因缘 断绝 彼此 情乖 二 明父王 在今以来 蜀蒙 世尊 请阿难 来 慰问我 云和慰问 已见父王 求谨 佛孔 夫人 忧老 已是姻缘 故前 未问也 好 先看这一段 魏提西夫人 在身心 憔悴之余 她就 请求 她的帮助 这一段 这一段 所以他就自己担心 就是自己这一面 单方面的像佛所在的 奇书库山领礼 祈愿佛大慈大悲 来了解我弟子 弟子忧愁之意 我现在的困境 说这时候他在那种成熟的时候 讲如来再惜之事 这里面有两个意思 这是回想自己被失去自由 他是一下子就感到一种疏敌感了 两层意思 第一就是如果父王 平波苏洛王没有被囚禁的时候 那么那时候作为 佛的大复法 他跟佛和僧团都常常见面 或者国王和我 就是这两个国王和夫人 亲自到佛那边 就到奇书库山去做供养 那么天天都是五百辆车 送各种饮食 适时供养 那有时候平波苏洛王和韦迪西夫人 就一块去 亲到佛边去做供养 或者是佛和足弟子 接受国王的请求来应供 所以常常有这么一个频繁的互动 所以那是想想那种情景 就是非常快乐的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我就是韦迪西夫人 自称我和国王都失去了自由了 都被囚禁了 这样我们供佛的姻缘和请佛的姻缘 就断绝了 彼此情怪 彼此情怪就是指佛 佛是大悲心了 他这个国王有请 他一般都会应供 应供之心就叫彼情 那韦迪西夫人和平波苏洛王 他们的公请就叫此情 现在由于被囚禁的姻缘 这两则都不能够实现了 就是叫彼此情怪 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就是表明了 平波苏洛王被囚禁以来 这个释迦牟尼佛都是非常关注 这个宫廷的发生的事情 对平波苏洛王有一个这种料理 让这个傅罗纳尊者说法 让大目尖连去受戒 受八关在戒 对平波苏洛王把他覆念得很好 同时佛是很细心 知道这个韦迪西夫人在这种情况下 他内心也是会不安 会恐惧 所以就派阿南来常常来慰问 来看望韦迪西夫人 这两者都关照到了 所以韦迪西夫人说 就是很请阿南来慰问我 就是指这种事情 就是佛恐怕韦迪西夫人 由于她丈夫被囚禁的姻缘 心怀忧劳 所以派阿南来慰问 好 请看下面 言世尊威众无由得见者 此名夫人内至悲谦 归尊于佛 弟子惠子女生 福音显薄 福德微高 无由清处 愿且慕连等与我相见 问曰 如来即是化主 应不失时宜 夫人何不再何不三家自寝 乃患慕连等 有何意言 大约 佛德尊言 小缘不敢责寝 但见阿南欲传语 与网伯世尊 佛之我义 夫使 阿南传佛之余 只受于我 以失意故 愿敬阿南 言作事 于仪者 总说 前亦敬也 言悲弃 与泪者 此名夫人 自为罪重 请佛 请佛加哀 至尽情深 悲泪满目 但于可养淋仪 附加摇拜 摇礼 磕头痴度 虚于慰局 好 先看这个 言世尊微重 这句 无忧得见 这句话表明什么呢 这是韦迪西夫人那种 那种谦卑 她确实是真实的感觉 觉得自己啊 非常 作为慧直女人啊 这个在佛面前 一切的尊严 龙光 都在佛内里 相信之下 女生慧直 就是女生污秽的体质的身体 福德之音 非常的显薄 非常少 非常薄 这个是一个自知自明了 如果你福德智慧深厚 就不可能是女生了 你是女生一定烦恼比较重 福德比较薄了 所以佛的威德 德性非常威高 我作为慧直女人 没有这种资格来 请佛来见面 虽然我很希望得到佛的帮助 但也不敢请佛过来 那么 但我还是希望得到佛的帮助 所以希望佛派遣 大墓坚联和摸难尊者 与我相见 那么这里就是 他们两个尊者来 就是间接地能够传达佛的教诲和帮助 所以有个问答 就是说 有人问 那卢来即使 释迦牟尼佛既能是这个 教化之主 他应该要 众生有苦难的时候 都应该不时时宜地给帮助 那伯迪牟尼佛人 为什么不再三请求 让佛来 为什么还只是请佛 让牟连等过来 这有什么意思呢 回答是 这里面 伯迪牟尼佛人心里的一些感受了 他觉得 还是说 佛的威德非常尊严 虽然我现在被官了的这个事情 对我是非常重大 但是在佛那里 他要做多少佛事 重大的事情有多少 所以对佛的尊严来说 我的事情还是小缘 小事 那么这个小事就不敢 轻易地去请佛过来 但是只要佛派阿难过来 阿难尊者呢 他就会传达 他就做我跟佛之间的传语者 就是我有什么困难 希望佛帮助 通过阿难尊者 就向佛进行禀告 那佛知道了我请求的意思 他就会也让阿难传佛的语言 来给他进行教导 用什么方法解决他的困难 所以有这个意思 愿进阿难 所以这个也是 韦迪西夫人 以他的心量去推测的 实际上这个佛 知道他心里的想法 愿望不需要阿难尊者 来传话 佛都是马上就知道 有他心通 但这个他心通可能对韦迪西夫人 他那时候还不了解 还觉得非要传话呢 如果用现在话还需要打个电话 能用个手机更方便了 所以这个愿见阿难 那说到这个话之后 就是悲弃与泪 这悲弃与泪 这就是韦迪西夫人 观在那里 他那种自省的状态 我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一定思维到自己 这个多生多结 涅障深重 才能有这样的一个结局 在印度人 他这个从世伟陀书 他们肯定这些贵族 都接受这种教育 这种教育都有 喀玛 涅力 报应的观念 所以一般的印度人 接受这种教育 他有什么的处境呢 都是从自身去找原因 他都有一种忏悔的意识 都有一种罪孽感 所以这里面 韦迪西夫人没有说怨天忧人 他只是思维自己涅障深重 那么涅障深重 既然这个恶果来了 我解决不了 就请佛慈悲哀明 怎么解决我这个苦难问题 所以这样的一个 恭敬佛的那种情怀 是非常深重的 一方面自恨自己的涅障重 另一方面赶紧请佛来帮助 这样的一种心理的状态 就使他悲感焦急 泪水满面 所以这样他就非常渴望 得到佛的救助 可养灵一样 其实灵一就是佛的向好 他是很希望见到佛 但又不敢以自己的小缘 来有自卑感 又不敢去再三去请 所以他只是摇加鼎礼 向佛磕头 磕头 他这个头在地面上 还滞留一段时间 这两个字叫支度 支度就是停留的意思 磕头停留 虚于畏惧 这个磕头下去 还没有把头抬起来 这样的一种 这说明他那种悲 悲感非常的深重 当一个人很悲的时候 他所有的动作 都是比较缓慢的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意 此功德 庄严佛尽苦 上报四重文 下记三苦苦 若有见闻者 西方菩提心 尽此以报神 同胜其乐佛 有点不答应 子份 同胜其中 荣雅 谢谢大家